你好 我是蒋荣语的爱人王艳南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是一个亲历者 两孩子正当壮年的他发生的事故 你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那个时候的日子可以说是小康生活嘛 离家几口在一起生活得蛮幸福的 后来听说了这个事情 反正就是心情跌到了低谷 想过放弃吗 想过离开吗 没有 从来没有 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通过励志的演讲 根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 从而影响激励更多的朋友们 谢谢 好好请回 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我五年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感觉自己一无所有 一无是处 到现在五年后的一个转变 我认为我现在一无所缺 社会上的各界的一些 我认为自己能拖着 我们希望收到一个转叩 啊 zu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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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